在会议开始前 侯友宜就先颁证感谢状给树林地区的宗教团体 感谢他们捐赠物资协助防疫 同时也感谢在第一线打拼了区长里长们 在防疫期间承受民众的批评 但市长肯定基层的努力 也为大家加油打气 接下来的会议就提到了西原市民活动中心 以及大安活动中心的拆除以及新建案 树林区长王坤南表示 大安活动中心目前是由建商提供里民公益使用 但期限直到今年10月底 建议将停拔停车场规划为多功能使用的活动中心 或者是纳入速德安居设宅 预计是到明年的1月份要还给建商 因为我们也跟建商协调是不是可以租给我们 那建商因为现在房价高 那就不请向不续租 那所以现在里民就变得没有适当的活动场域 那希望在我们隔壁的大安活动公旁边的停车 停车场把他做一个活动中心 因为未来这个大安文化地理规划新建 这个速德安居这个社会住宅 如果是我们市府做的这个社会宅或是相关的一个建设 当然工业空间我们可以直接集中给我们来使用 那中央的政策是他们做的社会住宅 看起来他不会平白给我用 所以这地方到时候是不是要透过我们委里面协助 和我们局处一起协助来跟财政局 来跟中央这个来协调 而财政局表示 中央规划的社宅运用都需要先提申请等候评估 目前就用地大小以及回应状况 只有设置拖幼中心 活动中心方面可能有困难 他在规划某一个地方的社会住宅的时候 会请市政府来提出相关的需求 那我们当时候在110年2月 其实当时有经过府里面的讨论 其实提到营建署的需求 其实是有两项 一个是拖幼中心 一个是日照中心 大概就这两个 但是营建署因为他还有一些规划的需求 成本的考量 所以当时候他交给国家住宅中心的时候 其实他目前的规划 只有在一楼有设定一个拖幼中心 二楼其实是没有 原来我们是需求一二楼 那最后他在招三层 这个规划里面其实没有一楼 而且是要做拖幼中心 而且那个坪数大概只有110 大概很难有机会把它转做 活动中心 这个要在这个地方先跟大家 直接跟大家做 后裔表示 与需等待中央核定 不如直接将停巴用地进行变更 直接才是交通局处理 而交通局也表示 相关方案已经请城乡局进行都市计划用地使用分区变更事宜 将停巴停车场改为机关用地 将相关资料送到内政部审查 这些地方 因为财政局 我会在那里 叫我们给一个来 这个活动中心 看他讲的话可能好像不太高 这个 特别 这个城乡局跟交通局 把停巴那个 等他赶快变更过 你看那边找 你最好要挣到100元 对不对 要再用 停巴里面再去一下 好吗 好 这样好吗 好 那个交易 你那个分属上去搞罢了 这个 然后过以后 你就可以分立上去 你来做 平常是要替你的投资信号来打 好吗 这样比较明确 我跟你伙众来投资 他没法保余也没法照 目前这个停巴停车场的用地 它是广场间停车场 所以他没有办法往上立体化 他只能往下挖 那往下挖也有一些限制 所以一定要办理那个 土地变更 就是计划变更 他才能够做 多目标立体的开发 那这个多目标的立体开发的 用地变更计划 已经由陈湘局这边送到 那个内政部去做审查 那这个部分 我们后续会配合整个审查的结果 跟实际上得起 市府各单位的需求 再去做一并检讨开发 民政局表示 从108年 市长行动治理座谈会以来 树林区里长反映的案件 共108件 至今已经解除列管106件 执行达成率98% 市府以实际行动协助里长解决问题 记者赵世元新北采访报道